彰化發跡的這間旅業公司 目前傳承到第三代 年業額超過四億元 而今年三十六歲的吳律謙 捨不得父母辛勞 十年前勇於接班 成了台灣旅窗界最年輕的 少年總裁 有感於全球極端氣候 不僅台風多冷熱變化大 他花費五年時間研發出 全台唯一打水蜜兩千帕的門窗 同時還經過第三方實驗室 TF認證 簡單來說 他設計的智能窗 能抵擋約十四級風 更因為新聞報導 常常看見二氧化碳中毒意外 讓他思考 如果能感應自動開窗 就能避免意外發生 整體科技感十足的旅窗 讓故宮也愛用 用來保護珍貴的國豹 台灣的一個地環境 位置雅勒帶水的氣候 那雅勒帶氣候經常是 台風的一個勾發地段 所以我們公司 歷經五年的時間 研發出全台灣最防水的水蜜窗 一般這個窗戶 這麼大的風 我們不用勾窗 它不會漏風 它可以看到十四級風的一個 強台的襲擊不漏水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一般民眾在颱風天 經常飽受窗戶漏水之苦 而這款全台最高水蜜係數的 實驗窗 則證明了滴水不漏的強大實力 我們會先使用3D列印機 那將我們這個濾機型的外型 先用3D列印機 列印出這個樣品出來 那可以先確定說 我們的外觀結構 是不是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這樣可以讓我們之後 在開模的時候 就是出錯率會比較低這樣 透過3D列印機 提前降低設計與開模 製造間的錯誤率與成本 讓這些形狀各異 卻頗具時尚感的鋁條 得以實現卓越的精度與強度 替人遮風擋雨 從二樓緩慢降下的鋁條 根據客製化尺寸 員工只需在螢幕上 輕輕點幾下數字 就能夠精準地進行裁切 那因為每個客戶的一個 洞口尺寸都不一樣 那裁切完呢 我們就會進行這個 沖壓的一個動作 因為窗戶它透過不同的 鋁材結構去組裝的 那不同的鋁材結構要組裝在一起 它需要透過沖壓 把它的一個損接的部分 把它做一個加工 接下來還要為鋁窗 精心配置五金配料 包括密封所需的膠條 防水布及紙封塊 包含安裝滑輪與鎖具 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零件 如此一來能打造出 美觀又耐用的鋁窗 提高生活質感 每個人他的一個家裡的裝修 的一個風格不一樣 這時候我們可以提供多元的顏色 給客戶做選擇 可能是仿木紋的一個烤漆 或是很有金屬感的一個烤漆 再來玻璃上的配置 如果你是特別強調隔音的需求 你可以選擇焦合玻璃 鋁窗的隔音與隔熱效果 與所選擇的玻璃必須相輔相成 因為對當前及未來居家環境的超前部署 吳綠千所設計的國產窗 無疑是市場上的一匹黑馬 合作的對象也十分多元 不僅受到大型建設公司的青睞 連高檔燒肉店烏馬和麥當勞 也紛紛選擇採用 甚至連故宮也選擇了 無律簽設計的鋁窗 好替國寶提供最佳的保護 鑽伊撒掉了 這樓口沒人家怎麼這樣 穿梭在嘲雜的工廠中 與副廠長親自尋廠 吳綠千不僅是投身做門窗的第三代 今年三十六歲的他 也被外界稱為 全台最年輕的少年總裁之一 比較幸運的是因為我算是 傳承爺爺跟父親的一個基礎 所以他們前兩代人 其實基礎打得非常好 所以我的困難就在於說 在我的階段能不能打造出 比前兩代更好的產品 一九三二年 吳綠千的祖父吳連發 以製作木窗門起步 奠定了家族基業 隨著時間推移 父親那一代創造了 全台首款氣密窗 開創新的篇章 然而卻也因父親意外離世 十年前本來在澳洲求學的吳綠千 匆忙回台接手家業 肩上的責任可想而知並不輕鬆 那在我父親的年代 其實他能夠研發產品 其實就是一個 對業界來講 就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突破 那我在他的基礎 也是繼續研發產品 我們每開發的這個組件跟輔件 其實我們都是用精品的一個理念 在研發我們的產品的所有的細節 所以才會用珠寶貴的 這樣的方式來做呈現 那鋁塊美麗的斷面形狀 宛如精緻的藝術品 靜靜的在櫥窗中展現 吸引無數好奇目光前來欣賞 這個耗資千萬的展示空間 無疑為吳綠千的鋁窗品牌 增添了全新的辨識度 申請記上提醒 中文字幕示範